大家好,歡迎來到環遊世界玩數學,我是怡薇 接下來在這個展區裡面,我們會跟各位介紹的是單位 單位我個人覺得是個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因為它連結了抽象的數學世界跟真實的世界 怎麼說呢?打個比方,今天我要跟一個人比身高 如果我們兩個都在這邊的話,那我們這樣站起來比一比就可以知道了 可是如果我想說我要跟張飛去比身高,或者我要跟拿破崙比身高 我們是完全在不同時空裡面的人,怎麼樣比身高? 我們沒辦法比,可是只要我們有單位,我們就知道說 拿破崙可能是幾公分高,張飛可能是幾尺寸高 這樣子去一換算回來,我們就知道說我比拿破崙高多少 比張飛矮多少了,所以你看擁有單位 我們就能夠穿越時空的去把數字、重量還有容量 這些東西去換算起來,然後得以去讓我們更容易去想像 在這邊我們也準備了一個互動機台 讓人可以去看說,我表演我這邊是海豚 海豚它有多重呢?我們來把它放到感應區裡面去 你就知道說,海豚相當於是133片披薩 或者說怎麼會是披薩? 披薩很奇怪,它是一個很不對的單位啊 可是啊,我們想跟你講就是說 單位是它幫助你能夠想像那個東西有多重有多長 所以如果今天你拿著披薩你很習慣你很清楚知道披薩的重量的話 說不定披薩就是個很不錯的單位 那你也可能覺得說,可是這種日常生活中的單位 東西真的能拿來當單位嗎? 還真的是這樣子喔 在英國的英制裡面很多的長度 比方說一寸 相傳就是人的 成人男性的拇指的寬度叫做一寸 還有這種 成人這個手臂伸直之後呢 拇指到鼻尖的這個距離也是一個單位 然後腳的長度 腳長的長度也是一個單位 這些啊,就是英制裡面很多單位的由來 那為什麼用這樣子呢? 想想也蠻合理的啊 因為在古代沒有尺 那我們隨身攜帶就是這種永背尺的概念 是你的拇指的寬度啊你的手肘啊你的鞋子啊你的腳長之類的 這些東西自然而然很容易就會拿來當做一個單位 所以這就是英制的來源 那接下來呢,讓我們看看其他的不同國家的 或者是全世界通用的度量很標準吧 作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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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